随手一丢,生灵涂炭 好的,在海滩上是吧?我们马上赶到 小婷,赶快动起来 现在海滩有一只搁浅的海豚等待救援 啊?搁浅的海豚?哎呀,那可不能耽误 我们赶快去进行抢救吧 在海滩上,那只搁浅的海豚非常的瘦弱 它已经奄奄一袭 民众正赶紧地把海水泼到它身上 而它也在不停地挣扎着 不行啊,这样下去它会死掉的 动物保护机构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在那里,来了来了,它们到了 你们总算到了,赶快想办法将它送回海里吧 再晚一点,它可就会死掉的 嗯 这只海豚的身体状况真是不太好 即便将它送回大海,也很难活下去 没错,我们还是将它赶紧送到我们那里 对它进行一下全面健康检查吧 就这样,这只搁浅的瘦弱海豚 被送到了动物保护机构 并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检查结果让大家很是疑惑 它的身体状况基本上是健康良好的 体内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病例 它没有病,这怎么可能啊 就是啊 你看它身体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一只健康的海豚怎么可能瘦成这样啊 可是检查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 它的身体根本就没有问题,只是营养不良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它营养不良呢 对了,你们有没有对它的胃进行检查呢 胃部检查正在做,应该马上就有结果出来了 原因找到了,原因找到了 结果出来了,原因是什么呢 在它的胃里有异物 是什么异物 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 它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胃里的那团异物 这样说来,只能赶快帮它进行手术了 就这样,医生们对这只海豚进行了手术 结果从它的胃里,取出了一只完好无损的橡胶手套 和两个口罩 天哪,这些东西它是怎么吃进去的呢 你们看,就是这根铁丝将它的胃壁割伤 可怜的海豚,不知道是在哪一天 饥饿的它,开心地以为找到了可以活下去的食物 只知道吃下去的东西,却要了它的命 是啊,它的胃用尽了胃液,想要去消化它们 奈何无济于事 口罩里用来固定鼻梁的铁丝露了出来 并在其胃壁上划出伤口 直到它的胃彻底罢工 或许这只海豚知道只有人类才能救它 所以便被冲到了海滩上寻求帮助 这么说这只海豚之所以搁浅在海滩,那是为了求救啊 或许它真是一只通人性的海豚啊 可是却因为人类随意丢弃的口罩,差点丧命 我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口罩将成为野生动物很大的杀手 2020年,新冠肺炎突如其来的爆发 随着疫情形势的严峻 全世界都在呼吁把口罩戴上 我们对口罩的使用量甚至达到了每天好几亿个 讽刺的是,当它们成为人类的救星之时 也成了其他动物的杀手 我们带的食物太少了 根本不够这些猴子吃啊 是啊,受疫情影响 来山里的游客减少了很多 要是按照以往 游客们的食物就足以让他们吃饱了 你看,真的没有了 众猴子看着空空的口袋 显得非常失望 这时候,小猴子开始在周围搜寻着食物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口罩 于是便跑了过去捡了起来,往嘴里塞 哎呀,你看 那这小猴子在咬口罩呢 他这是饿了吗 不管是因为饿了还是好奇 他这样做太危险了 难道你是怕这些猴子也感染上病毒吗 且不说有没有感染病毒的危险 这些口罩的袋子和钢丝随时都可能勒住或化伤他们 要了他们的命 哎,小猴子,快扔掉它 那东西不好吃,快扔掉吧 喂,别跑啊,快留下口罩 希望它不要吃掉那个口罩 我们得赶快清理一下 人类随意留在这里的那些口罩 否则早晚会有猴子为此丧命的 嗯,好的,我们快来清理吧 人类随意丢弃的口罩正在变成很多动物的噩梦 已经有一些鸟类被口罩袋子缠住了双脚不能动弹 小婷,快过来帮忙下 这里有一只被困的海鸥 小婷听后快速地跑了过来 只见灌木丛中一只海鸥的双腿被口罩的袋子缠住 而那个口罩则缠绕在灌木之上 她看到有人朝自己这里过来后 惊慌地不停地拍打着翅膀 好了,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看来她被困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 是啊,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 那等待她的又是一场绝望的死亡 人类这么随手一丢 对动物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有资料统计 2020年共有超过15亿个废弃口罩 流入海洋 而这些口罩需要450年才能分解 它们入侵大海 潜伏在深海中 污染着海洋生态 掠夺着海洋生物的生命 在海底 一只螃蟹被口罩缠住了脚 潜入水中的工作人员 伸手将其从口罩上解救了下来 一只章鱼被口罩完全覆盖包裹 小婷伸手将口罩取下 将它解救出来 这时候小灰和小婷看到海水中 又悬浮着几个口罩 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个水母一般 这些口罩悬浮在海中 看上去就像水母啊 这样一来搞不好会被海洋动物误食的 不好 它不会真的把那个口罩当成了水母 静儿想要吃掉吧 那只海龟一边朝那口罩游去 一边张开了嘴巴 小灰急忙地游了过去 一把将口罩抓起 塞进了随身携带的袋子里 海龟看见快盗嘴的食物被抢走后 便转身继续去寻找别的食物了 真是好险啊 如果它把这口罩吞进肚子里 可就糟了 怎么搞的 我们这一年没有消灭病毒 反而成功地又制造了一种新型海洋垃圾 是啊 瞧瞧那些被口罩缠住的可怜动物 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 它们根本没有办法摆脱那些口罩 能遇到帮助它们的好心人 那是幸运 遇不到便是一生的痛苦 直至生命枯竭那一天 没错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物食口罩的动物 这些口罩足以要了它们的命 听说在巴西的海滩 不断有企鹅的尸体被冲上岸 而导致它们丧命的 正是人类随手丢下的小小的口罩 物食了人类遗弃的口罩 不但能让企鹅丢掉性命 就连鲸鱼也难以幸免 这些可恶的口罩 害死了多少动物啊 口罩不是原罪 把它们随意丢弃的人类才是 大地给予人类是物质的精华 而最后 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 永远是这些物质的垃圾 以至于让地球多处净土满目疮痍 让无数地球生灵挣扎着死去 它的肚子里一定填满了垃圾 得赶快进行手术才行 怎么 它也误使了垃圾 没错 可怜的家伙 你们永远无法想象在它的肚子里 究竟吃进去了多少垃圾 手术结束了 手术失败了 啊 失败了 你看 它肚子里都装满了什么 天啊 它怎么会吃下那么多垃圾啊 我们生活制造的每一样垃圾 都成了压垃圾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类随手丢弃的垃圾 让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啊 它们没有人类聪明 分辨不出哪些东西能吃 哪些东西不能吃 烟头被鸟妈妈当作食物 喂进了雏鸟的嘴里 塑胶带被海洋的鱼类 当成水母吃进肚子里 这样下去 我们人类早晚会受到报应的 或许是因为人类制作许多垃圾的缘故 最近从很多动物体内 检验出各类病毒 它们正在以各种形式 在很多个国家疯狂变异 若我们仍把最初 人与自然共生的思考 抛却在了脑后的话 谁也无法预料 未来的某一天 自然会以怎样的形式 还给人类 人类的随手一丢 让生灵涂炭 环境恶化 这就像煽动翅膀的蝴蝶一样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很可能掀起的是一场海啸 没错 我们现在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 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啊